一名中国籍的软性男子在9号驾驶快艇 直闯淡水河渔人码头,引发舆论哗然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透露该一名男子是中国的退役海军 正在进行调查 而同时也坦言,海巡没有在海上实施拦截抓捕 是相关人员的处置疏失 海巡署昨天宣布北部分署长廖德胜等十人处以申戒或计过 并且强调会确实建置雷达等监控系统 并且充实无人机巡查机制 他曾经担任海军而且还做过艇长 揭露创下首例驾驶快艇直闯淡水河渔 马头的中国籍软性男子有退役共军背景 还有会主委管碧林表示 不会相信软男要投奔自由的说法 目前已由士林地检署分针资案调查 而管碧林坦言海巡没在海上实施拦截抓捕 是相关人员处置有疏失 海巡署也紧急召开记者会 宣布从北部分署长廖德胜到安检所雷操守等十人 分别处以申戒或击过 海巡署也公布航机图与时间序 显示当天上午九点四十四分 雷达已发现并锁定该艇 在淡水外海六海里 但雷达操作手误判为一般返港作业的国籍渔船 因此只通知持续监控 九点五十二分距离三海里时通报 淡二守望哨 与十点十五分距离零点五海里时 第二度通报巴黎安检所 都因海面船只众多无法辨识 直到十点二十分巴黎守望哨 确认该船飞我国籍 但未在第一时间通报派艇查契 直到二十五分该艇与河上渡轮发生擦撞 五十四分按巡监获业者通报 十一点十分船只靠按淡水老街渡船头 才登船将人逮捕 等于有三十几分钟的空档 这个案子是风险非常高 威胁程度非常高 应该在第一时间要调派线上艇 去实施拦截 结合雷达跟航外线 按道我们就可以确定 我们发现状况 我们会做一定的紧追 然后来跟国防部的友军 做一个线上的交接 共同来处置 针对人员装备训练部分 我们在这两天都有做密集的讨论 他也会针对这方面来做加强 由于新北巴黎海滩 台北港及淡水河口 是束手首都政经中枢的防卫铁三角 中国快艇长驱直入 引发军事意图意测 而国防部长顾立雄定调 这并非第一级 但强调不排除是中方灰色地带 袭扰的作为会保持警觉 也将从此次经验中学习 精进与海巡的合作 这边是郑林郑国梁提报的